救護車緊急到場 醫務人員將人送醫 內湖金船槍擊案 台獨誤傳警方攻堅引爆槍戰 沒想要是美孚肉品公司 手足兄弟開槍釀成悲劇 現場氣氛緊繃 就怕家仇外揚損壞公司形象 保全阻止媒體拍攝 5號早上10點鐘 美孚肉品7樓舉行公司例行會議 有6名家族成員到場 沒想要開完會後 老二老三和老四突然因故發生 爭吵老二開始怒嗆 老四老三一旁跟著幫槍 這時候老四情緒激動 竟然拿出遇藏槍支 朝自己兩名親哥哥頭部開槍 隨即再跑到公司7樓頂 自轟頭部接著一躍而下 行舊的槍支則掉落一旁 以流現場 拿出一把手槍 先朝他們排行老二的二哥 先開了一槍 那時候老三要上前去制止 那他也又把老三也開了一槍 根據了解這三個人都是美孚企業的 黃姓氫兄弟 中段部位都在頭部倒燃前 沒有生命跡象 目前仍在搶救中 至於槍擊原因 是否為了徵產 還是公司遺運問題 還有帶警方調查理清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